小米集团01810于周二受利好消息刺激股价,突破12元水平,昨日继续逆市上升,最高建12.46元,创一个半月高位,收报12.36元,升1.3%。 香港财金官员日前表示,小米最快于7月可望纳入互联互通机制。另外,小米亦与高通等生产商合作,报处5G以及新电视产品发布。 此外,有券商上条小米目标价,及维持买入评级,指集团管理层的看法教今年初乐观,并预期第二季将受惠于增值税税收优惠。观察个股认股证资金流向,可见上周四个交易日。 认购证的资金流动较平淡。当中上周一至周三均录得不足30万元资金流入或流出。上周四则录得约130万元资金流出。 选较高行使价产品。在本周二复活折价后复市时,则见认购证或资金追捧。当日录得约2200万元资金流入。为当日最多资金流入的认股证相关资产。观察市场上的认购证。可见教贴价。 换股比率十对一的产品皆货量普遍较高。投资者如看好。可转移留意行使价较高的小米仍购12165。 行使价14.4元。9月到期,实际降干6.6倍。此产品的换股比率虽为5对1。但其面值型不算高。 另外要留意换股比率不同亦不会影响其杠杆。此产品为行使价12至15元间。 中年期产品中,杠杆最高的选择。司版权所有2019年。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。 一切权利已被保留。以上资料仅供参考。并不构成对任何投资买卖的要约。招揽或邀请。 有史、申述。建议或推荐。投资涉及风险。 应股权正及牛红正的价值。可急升亦可急跌。持有人的投资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。 过往表现并不预视未来表现。应股证及牛红正乃无抵押结构性产品。如发行人无力常债或违约。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。投资者在购买应股或牛红正权证前。应确保本身了解应股权证或牛红正的性质。 长月有关上市文件所在的认股证及牛红正条款及风险因素。并如有需要寻求专业意见。庄家可能视为一报价者。